大家好 欢迎大家关注新闻看点 我是李沐阳 今天是美东时间5月7日星期五 亚洲时间是5月8日星期六 美国前国务次卿克拉奇在7日推文表示 很高兴在与台湾驻美代表肖美琴能够会面 他将持续强化台美关系 随后驻美代表处的官方推特贴出了 肖美琴与克拉奇在双向园会晤的照片 中共百年党庆期间 各地警察对民众的聚餐聚会是高度防范 5日晚上广东中山近10位民营企业家聚餐 近20名警察冲进去把他们带到了派出所 盘问到第二天的凌晨2点交代原因之后才获释 市委组织总干事谭德塞7日在会议上表示 独立专家委员会认为 年满18岁的人士可以接种两剂国药疫苗 中共国药疫苗现在已经被列入紧急使用许可疫苗名单 英格兰公共卫生署7日表示 在印度首先发现的一种病毒株 将列为引发疑虑变种 科学家发现它的传播速度比原来的变异病毒传播得更快 曾担任马尔代夫总统的国库议长纳希德6日遭到炸弹暗杀攻击 随即送往医院治疗 7日接受了进一步手术 目前情况稳定 截至到美东时间5月7日下午3点 全球新增确诊中共病毒人数86万4087人 总确诊人数达到了1亿5667万7623人 死亡总数是326万9220人 下面进入今天的话题 中共的文攻武嚇 对台湾真的形成了很大的压力 中华民国外交部长吴兆燮 呼吁友邦能够支持台湾 中共真的敢打台湾吗 这个问题我们聊过好多次了 不过这次我要跟大家说 中共不仅不敢打 而且北京真的要慌了 昨天澳大利亚金融评论刊登了 对中华民国外交部长吴兆燮 4日进行采访 吴兆燮呼吁澳大利亚协助抵御 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扩张主义 因为这已经威胁到了全世界的民主国家 吴兆燮表示 中共试图将台湾孤立于国际社会 试图利用假讯息或者混合战骚扰 并增加中共的军事威胁 中共似乎正在准备对台湾发动最后攻击 不过吴外长表示 不会说立即开战 可是台湾的方方面面都得为战争局势做准备 以应付中共可能发动的军事攻击做准备 他呼吁那些友好理念相近的民主国家 能够展现出对台湾的支持 关注台海和平稳定 国立中山大学中国与亚太区研究所教授郭玉仁认为 吴钊燮的说法过于含蓄 他对自由亚洲表示 习近平上台之后说得很清楚 中共军队的目标就是能战而且能打胜仗 这与日本韩国或台湾的军队要防卫自己的国家安全是截然不同的 郭玉仁指出 习近平的建军目标就有很大的攻击性 台湾最大的战略威胁就来自中共 当中共有这么大针对性的军事或者国防改革 这对台湾就存在着非常大的威胁 军事评论员齐乐意表示 中共武力犯台的紧迫感确实比过去这些多年紧迫多了 他指出 香港出现问题之后 台湾人民已经对一国两制不抱任何希望了 而中共也认为一国两制不可能实现 所以中共就要来硬的 这是未来可能最坏的情况 不过齐乐意认为 如果台海有事 美国一定会介入 这是北京深为忌惮的 中共自知跟美国相比军事装备差得远 所以中共只是用军机绕台这一类的方式 对台湾进行骚扰 实际上是中共没有能力开这第一枪 大家知道 中共一直声称 如果台湾宣布独立 它就会如何如何 可是我们看看现实的这个状况 台湾与中国大陆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政体 台湾有自己的政府 有自己的军队 也有自己的选举 这不就是一个独立国家的形式吗 事实上 在2020年的1月份 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在接受BBC的专访中说的非常明确 蔡英文说 现实和现况是功能上我们已经是独立的国家 我们有自己的政府和总统选举 这确实是说明我们拥有主权的一种方式 人民可以选出自己的领导人 实质上我们已经是一个国家 蔡英文指出 我们没有需要再次宣布自己为独立国家 因为我们已经是独立的国家了 我们称自己为中华民国台湾 蔡英文说的再明白不过了 台湾已经是事实上独立的国家了 还宣布什么独立呢 这个道理很浅显 中南海的智商再低 他也应该明白 只不过北京一直不敢直面这个问题 只说是等台湾宣布独立 很明显这是中共的一种政治宣传 中共不敢打 只能用这种accure的精神胜利法 针对中共的这种政治宣传 美军现在已经加强了信息战的强度 这个问题我们稍后来说 这里接着说中共不敢打台湾 因为中共打台湾的话 实际上那就是等于跟美国打 根据台湾关系法 美国就会协防台湾 而且拜登政府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抗共战略 就是他在组建战略联盟 那么如果美中之间开战 中共面对的可能就不只是一个美国的问题了 而是一个国际联盟 就在澳洲金融评论报刊登对吴钊燮的这个专访的同时 另一家澳洲媒体 墨尔本3AW电台直播采访了澳洲总理莫里森 其中就问到了澳洲会不会支持台湾 莫里森做出了看似模糊 实际很清晰的一个表态 主播密切尔问这个莫里森 如果台湾真像吴钊燮所说的情况 遭遇到中共的攻击时 澳洲会不会支援台湾 这位立场强硬的澳洲总理回应说 澳洲一直履行 支援美国及印太地区盟友的协议 莫里森表示 澳洲已经注意到了印太地区的不确定性 只是为了避免情势增加更多的变数 不做过多的说明 但是他指出 正是为了应付印太地区的这种不确定情势 所以存在相关安全防卫协议 密切尔随即追问 这意味着要支持台湾吗 莫里森表示 澳洲一直会捍卫区域内的自由 莫里森说 支援美国及印太地区盟友 其实这就是在暗示 如果台海发生战事 澳洲一定会出兵 有些话没必要说的太明白 但是我们得能听出这些话外音 我们前面已经说了 如果中共打台湾 美国就会协防 美国协防台湾实际上就是跟中共在直接开火 而澳洲一直都是美国的忠实盟友 几乎有牵涉美国的战争 澳洲都会支援美国 其实也不只是澳洲会支援美国 日本也早就表个态 如果美中开战 日本就会援助美国 这些我们以前谈过 这里就不带赘述了 所以有这些综合因素在 中共如果真的去打台湾的话 那不等于是自寻死路吗 当然了也存在这么一种可能 就是因为现在是天灭中共的时候 咱们已经说过很多次了 所以也说不准中共就会往死路上撞 不过这种可能性不是很大 如果不是中共自寻死路 那么他所声称的 如果台湾宣布独立就开打 这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政治宣传 用美军降定的说法 这是中共的信息战 美国之音在今天 引述亚太地区军事分析人士透露 为了应对中共军队在印太地区 日益扩张 华盛顿近来加强了美军 在印太地区的信息战强度 分析认为 华盛顿已经开始回应 北京发起的信息战了 其实 早在3月25号 独立报刊陆军时报就有报道 美军特种作战司令部司令官 理查德·克拉克将军在国会的一场听证会上说 这支信息战专责部队将加强地区盟国之间的合作 以挫败中共军方的信息战 这位美军高级将领表示 这支印太地区的信息战专责力量 将主要专注太平洋战区的信息和影响行动 以应对中共军队在这些领域日益增长的能力 美国智库兰德公司国防高级研究员 何天目表示 美国之所以这么做 是因为美军已经认识到了 中共在造谣和宣传方面投入了大量资源 已经发动了越来越热的信息战 但美军这项努力可能会刺激中共 中共可能在宣传和传播虚假信息方面 投入更多的精力 所以这意味着信息战的升级 可能已经无法避免了 何天目指出 中国在近些年一直都是在加大这些领域的活动 美国部署专责力量对抗中共散布虚假信息 可以促进军方更准确的了解事态发展 2049计划研究所研究员易斯安 他也认为 是中共率先发动了信息战 对美国和其他的民主政体 构成了日益严重的挑战 特别是针对台湾 易斯安表示 北京最近对台海 东海和南海地区的胁迫行动 不仅让这个地区的同盟感到不安 也让美国是措手不及 所以毫不疑问 美国军方希望更好地了解 并且制定应对这个威胁的方法 何天睦告诉美国之音 信息战的主要目标 就是塑造观念和意识 而不是杀死敌军的士兵 这将成为华盛顿与北京和平时期 竞争的一个组成部分 这位知名军事专家指出 信息战是一种新的军事行动 它的主要手段 包括网络空间 电子媒体 以及其他形式的公开交流和通信等 我觉得这下中共真的要慌了 大家知道中共它有一个三战理论 就是舆论战 心理战和法律战 其中的舆论战指的就是宣传和信息战 中共的信息战其实是分为两个方面 对内和对外 它对外就是用大量的虚假宣传 让对手摸不清虚实真假 作战讲的就是知己知彼 才能百战不殆 中共散布大量的假消息 就是为了给对方制造干扰 迷惑对手 但是现在美军组建专责的力量 来针对中共的虚假信息 以美军的科技水平 破解中共的信息战应该不费力 那么这就意味着 中共以往的迷惑战术要失效了 换句话说 随着中共假消息被人们识破 世界各国都将看到中共的底细 会看到中共的外强中干 那么中共再想对外实施霸凌 可能就不那么容易了 中共对内的信息战 其实就是它一言堂的宣传 中国大陆所有的媒体 我们知道现在都是中共控制 中国百姓看到的 听到的几乎全是一种声音 中共之所以能做到一言堂 是因为中共打到了一堵无形的 网络防火墙 这个防火墙把海外真实的讯息 完全给屏蔽了 那么美军信息部队 要跟中共打信息战 有没有可能针对中共的网络防火墙 要做一些动作呢 有没有可能推倒这个防火墙呢 早在2020年的11月 时任国务卿蓬佩奥 在里根研究所的演讲当中就表示 要帮助中国人民推倒网络防火墙 那么现在美军 有没有可能顺水推舟 推倒这个网络防火墙呢 如果推倒中共的网络防火墙 信息不再受阻隔 中国的百姓苦共久矣 在了解了真相之后 他们会不会群起来推倒中共的红墙呢 所以对中共来说 这种威胁比直接打一场仗 还可怕 所以说北京真的要慌了 在3号 微软创办人比尔盖茨 在推特上宣布 他和美琳达结束了 长达27年的婚姻 他没有说明 这个离婚的原因是什么 所以引起了多方猜测 各种消息开始是分支踏来 总的来说 基本上都是在说 比尔盖茨的私人生活混乱 美只野兽在今天报道 比尔盖茨和爱波斯坦 两个人有来往 这让美琳达感到相当不满 根据媒体的报道 从2011年起 盖茨曾经多次和爱波斯坦两个人见面 两个人的交情相当堵厚 爱波斯坦就是那个开设 罗里岛的富豪银魔 有大量恋童癖的权贵们 坐着他的私人飞机 就到罗里岛去作恶 据外媒报道 比尔盖茨就曾经上过爱波斯坦的私人飞机 虽然可能是搭便车 但是爱波斯坦因为与未成年少女性交易出狱之后 比尔盖茨仍然愿意搭乘他的飞机 每日野兽引述消息人士的说法 比尔盖茨在2013年9月就曾与美琳达一起 出席爱波斯坦在曼哈顿别墅的party 事后美琳达向朋友抱怨 爱波斯坦当时已经被指控性侵未成年少女 这让她在party上感到相当不舒服 美琳达非常不理解 为什么盖茨要和爱波斯坦有往来 所以美日野兽推测 这很可能就是盖茨与美琳达离婚的原因 除了这个原因还有一个似乎更靠谱 昨天有位网友在推文中表示 世界富豪都将有一个中国老婆 中共将控制世界财富 这位网友似有所指 随后我又看到了美国教授资深程序员 也是物理博士 顾颖琼的爆料 他在爆料中说 立此为正 从今天起 三个月内比尔盖茨会再婚 娶一个华女为妻 一年后有婚学宝宝 爆料表示 这名华人女子 有美琳达不曾有的温柔细腻以及功夫 美琳达本来无所谓 最后妹妹怀孕逼宫 比尔也是厌倦了 爆料中还说 顺便插一句 谷歌的老板之一也是华妹出手 功夫了得 这个消息 我没有办法证实真伪 只是提供给大家做参考 不过我注意到 顾颖琼这个包袱抖出来之后 迅速被顶上了微博热搜 随后关于这名女子的资料 也开始在网络上传播 据福克斯等媒体报道 这名华人女子叫王哲 36岁 是比尔盖茨与梅林达盖茨基金会的翻译 王哲在领域上的个人资料显示 她从2015年3月开始 一直都在这家基金会工作 能说至少六种语言 同时还是一家美国航空公司的空姐 前两年又考向了飞行执照 她是既能弹钢琴又能编舞蹈 颜值与能力都具备 有网友表示 让比尔盖茨离婚了 又一个邓文迪 中国姑娘势不可当 就在这些消息汹涌而来的时候 5号王博在微博回复一个评论 说是单身女青年 就都要想办法给安排出去吗 此地无瓜早点休息 不过这个微博中回帖的王哲 与前面我刚才提到的那个王哲 是不是同一个人 目前我也是没有办法证实 另外比尔盖茨的离婚 与王哲到底有没有关系 也是有待查证 也许不久 真相就会浮出水面 最后想跟大家说一个活动 是一个征求绘画的活动 民主认知指数的民调显示 在中国85%的受访者认同 民主的重要性 但是中共统治下的中国 民主指数多年来 一直在全球排名倒数 71%中国受访者认为 中国已经实现了民主 而且已经足够民主 但是有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指出 中国的民调数字需要谨慎看待 因为在言论自由严格受限的情况下 人们不敢说真话 与此同时 有中共战狼画家之称的乌和麒麟 再次配合中共官方的主旋律 发布了一张黑白照 攻击西方国家 乌和麒麟还在文字中说 发展老照片 上次这帮家伙为了中国 搞到一起还是1900年 120年了还在做梦 乌和麒麟的这张黑白照 是恶搞及其外长会议的合照 把身穿西服的八名外长 改成了八个身穿不同军服的洋人 对于中国的真实情况 我不知道大家是怎么看的 对中共统治下的中国大陆 是什么印象 所以我想咱们也搞一个活动 用绘画的形式来讲述 您看到的 感受到的 聆听到的 印象中的中国大陆 有这个想法 也是受到一点启发 因为中共驻土耳其大使馆 和土耳其教育部 在以土耳其中学生作为对象 举办我想象中的中国绘画比赛 中共当然是要搞大卫宣了 它要用这种形式 给土耳其的中学生们洗脑 让给全世界都来洗脑 那我们也用这样的形式 来揭露一下中共 把您看到的 听到的 感受到的 真实的中国 用绘画的形式呈现出来 我们不需要您的绘画水平 有多高 关键是 这个画作 要能够呈现真实的中国现状 以揭露中共谎言为根本 然后呢 请您再用简短的话语 解释一下您的画作内容 以免产生歧义 我是非常希望 观众朋友能够热情的参与 也希望您呢 帮我把这个消息告知给更多的您的朋友 请大家呢 来多多的参与进来 然后我会选一个时间 集中的展示大家的作品 在3月20号的节目中啊 我向大家介绍了一段影片 是一段关于星球 天体 宇宙的影片 后来因为影片的这个版权问题呢 那个节目被封锁了 我在第一次看到那个影片之后 我是深深的感到 宇宙的浩瀚无际 人类总觉得自己了不起 可是呢 人类对宇宙却是知之甚少 浩渺的宇宙 对人类而言 将永远是一个巨大的谜 其实就连我们这个生存的世界 也一样 纷繁复杂 对人类也一样 是难以猜透 比如像生命是不是有轮回啊 是不是有天堂 或者是另外空间啊 等等 像这些问题古往今来 有无数人都在上下求索 有时候呢 上天也似乎有意 在透露一些天机给一些人 让他们带着前世的记忆 或者呢 可以看到一些人看不到的景象 不当国的小王子 披露这那 就是这样的人 在今天的优乐客会员区 我将为大家介绍 这位不当国的小王子的故事 欢迎大家到 优乐客会员区了解更多 好的 感谢您的收看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